就是好像 打到傷害一個小孩 弄死一個小孩 在台灣只要被關個幾年 就沒事了 女子邊講邊掉淚 她就是台中清水虐童案 小桃子的母親 保母判決出爐 是九年三個月有期徒刑 我覺得台灣的司法制度就是 他們都會一直參考 什麼前一省判的 所以他們一直判的 刑度都是差不多的 永遠不敢判那種最重的刑度 小桃子才一歲 日前遭保母虐待致死 判決書中指出 保母曾出手扭孩子的耳朵 頭顱還有受到外力撞擊 最後是爐內出血送醫不治 我跟那次都覺得他會在上訴 因為他在法庭上的表現 就是很可惡 蔡信保母虐童案 是由國民法官審理 開庭過程中 小桃子的父母當場淚灑法庭 強調失去孩子的痛 一輩子都不會好 做了這樣的事 然後他也不覺得自己有錯 然後就是一直否認 對於判決小桃子的母親 無法認同覺得判太輕 臉書上寫到 關個四五年就可以假釋出獄 另一邊蔡信保母 當庭聽到判決也流下眼淚 他否認虐童致死 認為九年三個月判太重 犯罪行為惡性重大 且犯後仍然否認犯刑 未見回復之心 一審判決結果兩邊都不滿意 雙方都想上訴 小桃子的父母開完記者會 自行返家 至於被告蔡信保母 繼續羈押 回到看守所 TVBS新聞 陳其軍 徐祐祥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